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劝我 结婚我是不会结的 不劝不劝 咱不结啊 林车 你说对不对啊 可是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啊 你说什么呢 其实 想想房子这件事也没啥 等我赚了钱以后 把它买了就是 何苦为了一个房子 委屈自己 跟那个人住在一起 就是嘛 什么都没有钱重要 可是 我没钱啊 没钱可怎么办 爸爸的房子 房子 房子 终于投降了 林车 帮我把它弄下去 我们去婚礼现场 什么 什么什么 明天就是婚礼了 现在怎么能反悔呢 哥我 我觉得天然不想结婚 嗯 女生在婚前 有一定的恐惧 是正常的 我们作为朋友 嗯 应该稳定他们的情绪 再说了 祖音是什么人 天然逃婚 就是当着全国人民观众 打她的脸 她肯定不会放过天然的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现在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现在闲上 不得不发 难道我还能害天然不成吗 哼 你可真没少害过她 嗯 啥啊 谁 天然 嗯 没没没 没事天然 你酒喝多了 你赶紧休息一下吧 天然怎么了 没事 她在上面就睡了 你还不想结婚呢 明天我绑着你去婚礼现场 嗯 那个 把雕像啊 花篮都弄 谢谢你给我们读写 哎呦 没事没事应该的 拜托你们一会儿拍点好看的照片 好的好的 没问题 Candy 蛋糕呢到了吗 早上到 香槟都冰好啊 好的 一会儿背景板上 马克笔一定要准备好 别出现什么写不出来字的 这种尴尬的情况 好的好的 嘉宾的名字和座位 一定要按照我们 之前大家统计好的名单来做 千万别带错啊 嗯 好的 你就待这儿一辈子 若天然 哎 泽医我正找你呢 你到哪儿了 你在化妆了吗 啊 不见了 你等一下啊 跟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说 做好婚礼推迟的准备 好 喂 泽医 你先别管那么多 你先到现场来 我在现场跟你碰头好吗 快点 喂 对 婚礼可能推迟 通知 婚礼推迟进行 推迟 收到收到 奇怪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推迟啊 我也不知道啊 咋回事呢 莎莎姐 天然还没有来 啊 你说新娘子没来 哎 听说是这样的 那边就闹着呢 吵架了 那就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了 姐 怎么样 啊 泽医说他马上就到 然后天然那边 现在还没消息 还没消息 这样 我们实行Plan B 你让公关部 宣传部 把通稿准备好啊 通稿就抓住这三点 第一 天然念及旧情 第二 天然婚礼前动摇 第三 泽医很伤心啊 抓住这三点 什么时候发我通知你 你去那边把媒体安抚一下 好 喂 泽医啊 你到了吗 你快点 这怎么回事啊 新娘子怎么还没来啊 不对啊 什么情况 面子可真大 能让泽医等这么久 没事 新娘子怎么还没来呀 没事 再稍等一会儿 没事姐 那边我已经要拍好了 你出什么问题了 都半个小时了 什么声音都拍了 不会是婚前闹掰了吧 我听说那个女人 不是省药的灯 一整出戏 都可能是她自导自演 嗯 有可能 你看金泽医的父亲都没有来 肯定是对这门亲事不满意 大家好 我是金泽医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 我和洛天然小姐的婚礼 但是 但是你今天因为 她要说什么呀 金小琴我都输了不及 你非要拉我来干嘛 别说气话 则医不是在等着你吗 但是今天因为 走了 走呀 因为我和洛天然的一些个人 等一下 姐 来了 哎呀 来了 谢谢 你怎么新的发来 各位来宾 既然我们的新娘子已经到了 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婚礼 两位新人 请看向对方 金泽医先生 请问你愿意娶洛天然小姐为妻吗 无论贫穷富贵健康或者疾病 不离不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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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现在就恭喜新郎新娘正式成为夫妻 现在交换戒指 新郎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今天你要是感受阳晓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谁发谁 我把你喝了多少酒 请大家再用掌声 祝福一下这顿新人